男人手拿塑料袋死死套住靓女脑袋 搞得靓女马上吃不到免费的空气 好在她用尽洪荒之力拼死反抗 击中嗨老头部后摘下了塑料袋 拼了老命呼救却根本无济于事 不远处的老头戴着耳机根本毛有听见 下一秒靓女直接被捂住了樱桃小嘴 紧接着用不要钱的胶带牢牢给封住 被嗨老扛着她很顺手塞入了后背箱内 三五分钟后闪现到野外别墅跟前 并大大力将靓女拖拽到一间密室里 这间密室是嗨老经过祖团的手艺打造而成 单单墙面的厚度就足足有十九级米 并且加装大量珍珠棉用于隔音 就算在里面放两颗原子弹 外面也根本听不到钉点声音 嗨老让靓女接下来好好回答自己的问题 随后就大大力撕开她嘴上的交代 谁料惊慌的靓女不停微挖鬼叫的 无语到脚底的嗨老无奈离开了密室 任由靓女在密室里自由的又蹦又的 在评论区输入不要难过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哦 嗨老则掏出祖传的手枪装上了子弹 几手几脚再次闪现到了密室里 靓女瞄到对方有枪心惊又心慌的 于是开始不断苦苦哀求嗨老 只要你不要杀我 劫财还是劫色刃由你选择 就算两样一起给你都是毛有问题的 没想到嗨老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因为靓女根本就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还没等靓女回过神来呢 嗨老接着追问她姓啥名啥 这才知道靓女有个好听的名字西施 得到答案的嗨老看起来并不开心 一句话也没说又再次离开了密室 她开始翻找着西施的随身物品 并忙有找到可以证明身份的信息 而此时密室里的西施开始不断挣扎 等嗨老再次推门而入之时 突然两拳下去瞬间将嗨老给整个有点猛的 西施则趁机利用身体往外不停弄动 眼看嗨老如同狗皮膏药般追出来 西施很顺脚一个大脚板下去 苦苦挣扎的嗨老还想站起身来 随后一个花瓶大大力砸到她的脑袋上 搞得嗨老脑袋嗡嗡嗡响个不停的 很快西施一扭一扭爬到了客厅里 好害兴奋拿起电话正想报警 挖掉 回过神的嗨老拿着枪步不紧逼 西施非常大声地呼喊救命 可别墅方圆十公里根本毛有人影 看来靠不了天靠不了地只能靠自己 西施拿到一块烟灰钢反手击中嗨老 从背包里找到自己的波罗手机 可手机却毛有一丢丢的信号 回过神的西施从厨房拿到一把尖刀 干净利索解开了绑住手脚的束缚 紧接着就急急脚往大门方向跑去 用尽了洪荒之力大门根本打不开 就在这时苏醒的嗨老又站了起来 这条靓女被困在一栋野外别墅里 身后的歹徒突然缓缓站起了身 然后朝着她的方向步步紧逼 正当西施已经做好绝地反击的姿势 谁料嗨老说先吃个宵夜再说 搞得猛圈的西施真的有点猛圈的 就在两人坐在一起吃宵夜时 嗨老又开始问靓女叫什么名字 靓女依旧斩钉截铁说自己是西施 话音刚落嗨老突然暴怒起来 并拿着手枪对准了西施 还没来得及开枪反被西施透了机 下一秒两人很顺脚就扭打在一起 没想到西施还是有点东西的 用樱桃小嘴大大口咬中嗨老的肩膀 眼看西施已经占据了上方 奈何体型力量存在巨大的悬殊 很快西施就感觉到体力严重透了质 被嗨老一记砂锅大的拳头击晕在地 再次被关进了狭小的密室里 直到三五个钟后才从昏迷中醒来 拿着波罗手机四处寻找信号源 终于在一个角落有了一丢丢信号 于是就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可刚毛说到三两句话信号又消失不见 搞得绝望的西施再次陷入了绝望 而门外的嗨老正紧而有序地打扫着卫生 却发现祖传的波罗手机不见了踪影 他急忙闪现到密室里 果然从西施身上搜出了手机 气愤的他大大力将手机摔得细巴烂 接着嗨老再次逼问靓女叫什么名字 靓女依旧说自己就叫西施 火大火大的嗨老拿枪直接扣动扳机 如果再不说实话下一枪就往脑袋上打 受到死亡威胁的西施才说了真话 原来他真正的名字是叫西风 是县城里三甲医院里的一名故事 三五个月前发生了严重的医疗事故 嗨老的妻子翠花酒精中毒死在了医院里 紧接着西施又爆出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真相 在翠花住院期间 还有一条唠头经常来看他 并且两人的关系看起来亲密无补 话音刚落嗨老的情绪开始崩溃 根本不敢相信妻子会背叛自己 但通过研究翠花生前拍的小视频 果然发现了妻子出轨的证据 让嗨老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此时密室里的西施还在想如何逃出去 他瞄到墙壁已经开裂的瓷砖 心中顿时有了个胆大大的想法 这条靓女被困在狭小的密室里 他徒手扣出了地上破裂的瓷砖 就在这时嗨老走进来查看情况 两人见面还没说上三两句话 谁料西风拿起瓷砖妥妥扎入嗨老脖子 紧紧地用大脚板连踹了好几脚 痛得嗨老真的好痛好痛的 事后西风闪现到厨房找到一把尖刀 当他回到密室想跟嗨老单挑之时 没想到嗨老躲在暗中搞起了偷袭 两人卡在门口对驰了三五分钟 脖子有伤的嗨老明显感到体力不至 他亮亮呛呛来到客厅喵到地上的手枪 刚刚捡起来就被追过来的西风一脚踢飞 并大大力用身体扑在了嗨老身上 随后就想爬过去捡地上的手枪 就在这时嗨老的女儿跟妹妹回到了家 还没等嗨老回过神来呢 没想到西风直接扣动了扳机 妹妹中枪后阴声倒了下去 女儿惊慌中冲向嗨老却反遭西风劫持 此时西风的情绪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奈何嗨老苦苦哀求他也没放下枪的意思 还直接用枪顶住了小美的脑袋 生死时刻小美大大口咬了一下下西风 嗨老见状来了招猛虎扑时 将西风死死按压到了地板上 并很用力掐住了他性感的脖子 不久后西风就昏死了过去 就在嗨老准备离开之时 生命力顽强的西风又艰难站起了身 吓得嗨老马上扣下了手中的扳机 随后带着女儿急急脚赶到了车库 还没坐上车西风再次提枪追了过来 他瞄得这生命力也太顽强了吧 扣动扳机才发现枪里没了子弹 嗨老趁机发起了反攻 却反遭到西风用尖刀的偷袭 紧接着西风抄起祖传的六屎扒 想要直接结束掉嗨老的性命 好在嗨老死死抓住六屎扒奋力反抗 眼看自己马上就要不行了不行了 关键时刻嗨老拼尽全身力气 给了西风致命一击 脑袋直接撞击到车库大门的开关 逃跑不及时的西风被铁门压住了性感的小朋友 不久后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呼吸 最后嗨老跟女儿都顺利活了下来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